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我说陆明他不会来吧 朱总 陆总今天出差 让我替他来一趟 请你转告你们陆总 我下午已经去过交警大队了 把事故发生的真相 都跟警察说了 不是说好您帮陆总圆一下的吗 您怎么能把他给卖了呀 对不起啊 我不会撒谎 我也不愿意撒谎 那您这就有点不地道了吧 您要是实在不愿意帮忙 您可以不说话 这样警察也没有证据 找我们陆总的麻烦 这酒吧到处都是监控 走廊里车库里都有监控 他们调监控一看 就知道那天是谁开的车了 您这真的是 我劝你 你要真为你们老大好 你就让他赶紧到交警大队去自首 现在去还不算晚 严谨 自然界招标会的事你怎么看啊 我能怎么看 坦白讲 我真的挺欣赏你这份忠心的 但是你对陆明忠 他未必对你异啊 你这是挑拨离间 挑拨离间不至于 交通事故嘛 本来也没什么 但是人一逃逸的话 这性质就变了 现在维卡把真相说出来了 一定要有个替罪羊 你说你这么聪明一人 下面的事情会怎么发展呢 不用我说吧 关小姐 我已经是华盛的老员工了 从进公司那一刻起 就跟着陆总 所以你这一招啊 对我是没有用的 我想跟你谈的呢 正是这件事情 我很奇怪 能做陆明助理超过半年的 好像只有你一个人了 那是陆总在信任我 那你说你一直做助理 半年了还是助理 他都没想要提拔你 那在他眼里 你算什么呢 你想过没有 现在华盛是没有变故 万一有什么变故 比如这次交通事故吧 倒霉的人一定是你 那你说人无远虑必有近优 万一离开华盛何去何从 总要心里有个数吧 盛威集团 房地产贸易 他们公司呢 现在正在招一个行政助理 跟你的专业刚好对抗 而且他们的行政主管 马上要退休了 你应该很快得到提升的空间 我这些年的职位没有提升 但是陆总他对我不薄啊 广复集团 他们也在招一名行政助理 而且薪资呢 是你现在的三倍 这不是钱的问题 我已经是华盛的老员工了 并且我对 金利集团 他们公司呢 是去年新崛起的一家公司 当然了没有华盛的规模大 但是目前刚得到一笔融资 也就是说他们势头正猛 他们的行政总监是我的好朋友 整个行政的班子都是我搭的 如果我推荐的人呢 他们一定会重点考虑 关小姐您真的可以兑现您的承诺吗 张总监 好久不见 您好 一会儿期待看到你的杰出创意 彼此彼此 请 各位 以上就是我们华盛公司 对这一季自然界广告的 新的创意方案 谢谢大家的耐心观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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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언ouve 而且aaa 觉得就像不安不清楚 这条后 国冲达家具团结的 是不是可以投资一下 走 hom wish 是 这窗也不错 什么情况 为什么华盛的方案 跟你的一模一样啊 他是怎么知道你方案的 这还用问呢 肯定是有内鬼啊 凡是参加出稿会议的人 都过不了索菲亚这一关 现在不是纠责的时候 你怎么应对 保管是我写的 保管是我写的 勉强挂挥吧 华盛公司的创意 可以用精彩绝论来形容 接下来的内容 也会同样地精彩 有请医疗的团级总监 张宏兴先生 谢谢大家 最后是华盛公司的报奖 他们是 四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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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盛集团报价比我们还低两百万 这家他们大品就不错了 这不瞎口 看来不仅有人出卖了创意 还把咱公司的标价 也卖给陆明了 这个不要脸的 走 走 现在我宣布 本季自然界广告投放重标的是 华盛公司 谢谢 等一下 段小姐 您有何归干呢 我今天是代表PAG来的 您不觉得陆总的方案 跟张鸿兴的方案 很雷同吗 你是说 创意就是他们偷的 这件事情我可以证明 那天我全都看到了 陈小姐 张鸿兴的创意方案已经收到了 这是说好的违困 这次的合作很愉快 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 所以他们的创意就是偷来的 他就是个骗子 这怎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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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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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总 这小孩说的是真的吗 段小姐 你说我们华盛抄袭 不能单凭一个小孩子的一面之词 你总要拿出证据来 否则我可要告你诽谤 陆总 你是想要证据吗 我这就拿给你 陆总 陆总 严静 你在那儿干什么 陆总 实在是对不起了 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我这也是跟您学的呀 严静 你想好了再说话啊 我是华盛公司 陆明董事长的助理和业务主管 不 应该说是前助理 刚才这个小姑娘说的全都是实话 这一次华盛集团的广告创业方案 是陆明买通了 PAG张总监的前妻偷来的 不是说的 不是说的 就是这样的 真的是实话 真是实话 真是实话 真的是实话 这就是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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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这要洗衣服啊 我不洗你洗啊 别动了 欧蕾网 有一位叫陈晓菱的女士 谁要见你 那你见了 对 还没见过欠钱 像你欠得这么牛的 打电话不接 发短信不回 你想干嘛 对不起啊 我上午有点忙 那现在是忙完了啊 忙完了就是 你这抓紧把事给办了 还你欠 欠条的事情呢 倒是其次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 你应该考虑一下严谨的事 严谨 我已经都知道了 你真的应该想想 下一步你该怎么做 事情就是这样的 所有的证据 我手机里面也保存着 严谨 严谨 我不知道这位段小姐 给了你多少好处 你还是被美色迷昏了头了 这么多年 你真是白跟我了 你就遇到这么一个 稍有姿色的附加天机 你竟然 知忠义与事实与不顾 彻底任人当僵使 你以为你污蔑了我 段小姐 就把你当忠臣了 你从头到尾都是一条 背信弃义的丧家权 大家看看啊 我们陆总的心里 只有利益交换 完全没有道德底线 对 我是没那么高尚 但你们就有道德底线了吗 张总监 你为了得到自仁界这个案子 费了那么多心思 花了那么多手段 连自己的小孩子都用上 我陆明真的由衷地佩服你 有那么一句话叫 叫什么来着啊 狗急跳墙 你才狗急跳墙 小孩子 你看过皮诺曹的故事吗 撒谎就不是好孩子 叔叔不怪你 但我要善意地提醒你 以后你要孝敬父母 本来已经是一个 不完整的家庭了 连你的亲妈都出卖的话 你长大以后 谁你不会出卖 快点 你说什么都可以 你就是不可以骂我女儿 好 你好 请问你是陆明吗 找我有事吗 找我有事吗 带你还疼吗 带你还疼吗 不疼 你知道对我而言 什么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 没有人可以欺负你 你 我的职责就是保护你 保证你幸福快乐 有一件事情 卡在我心里面 那天在家里 会有你妈妈的事情 我气得差点打你 我很后悔 我要跟你道歉 其实 我之前也一直误会你 我一直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面对事情 面对事情 我习惯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 但是 我也 我也会有无助的时候 什么时候 比方说 你小时候你出国的时候 我就觉得挺无助的 还有就是 你回来那天 我想去抱你 可是你拒绝了我 不是我拒绝你 你小时候不要我 把我跟妈一个人留在国外 我没有不要你 彤彤 那个时候我还年轻 我想把你留在国内 可是我也没有信心 能够把你带好 那个时候我觉得 可能 比起父爱 你更需要的是母爱 你妈妈是一个很优秀的 舞蹈演员 她一直想去国外 追寻属于她自己的梦想 我也不希望让她留下遗憾 我也不希望让她留下遗憾 就同意她把你带走了 我很后悔 一直很后悔 所以你回来之后我很高兴 我也一直想办法在弥补 我也一直想办法在弥补 可是我好像 还是很失败 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忙着自己的事业 可是到头来 还是你帮了我 你带走 爹地 我不觉得你是失败的呀 在我心中你就是好爸爸 你是全世界最好的爸爸 我们 可不可以以后永远在一起 杨瑞 那有件事情我跟你说 不管你妈妈是为了什么样的原因 做了这样的事情 你不要怪她 说不定 她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吧 可是就算她有苦衷 但是她也不能以生还亲人为代价吧 她骗了我 她也出卖了你 不是 我不会原谅 我当然也不能接受她这样的行为 可是 她毕竟是我们的亲人 你就这么想吧 我们的家人如果生病了 我们会很着急 然后会想办法把它治好 如果我们的家人遇到了困难 我们也会想办法 帮她渡过难关 对吗 她今天 为什么会这样做 我们还不晓得 所以 我们应该一起找出来 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们一起放她 好吗 我们还一起放她 他行李全都拿走了 这不就做雷心虚吗 我们好吃好住待他 没想到他恩将仇报 差点把你爸爸的工作都给毁了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好在我们统统明辨是非 别再说 奶奶 我真的觉得今天已经够丢人的了 你不丢人 彤彤 奶奶知道你是好心 他肯定是出了什么事 怎么考虑我啊 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事先不跟我商量呢 我怕你为难 一面是公司 一面是亲情 你这个人哪 心那么软 万一在陈阳灵面前说漏了嘴 我跟彤彤不就前功尽弃了 感动吧 达叔 感动吧 达叔 我也是 来说明了 我本来的事是 我已经知道了 我本来的事是 我正在这儿 我本来的事是 是 我本来的事是 我本来的事是 你本来的事是 我本来的事是 我本来的事是 来 唐觅 我今天会给你打一些钱 我 我是拿来还债的 你全部都帮我买进 是我想好了 你的光芒的我都记在心上 放心吧 记在心上那儿行 这件事情 说到底 是你的功劳 我会想一个好的方式 好好报答你 好了 陆明那边 你打算怎么办 不告了 我们现在手里 可是掌握着证据呢 你怎么办啊 如果真的举报他 陈小林也脱不了干系 他现在不知道在哪儿躲着呢 就怎么被牵连进去 如果罪名落实了 你想想看 童童要怎么自处呢 有担当 好样的 不愧是我喜欢的大叔 我知道你喜欢过梅杨啊 我喜欢你是我自己的事情 你不用用心力负担 走啦 你怎么来了 我喜欢过梅杨啊 我喜欢过梅杨 numa 不愧是我喜欢的 我就真的 还会那么你 我喜欢过梅杨的 我喜欢过梅杨 她的震灭 我喜欢你 恋爱上午 在看 可不如刻啊 你怎么看没过呢 五名 罪嫁逃逸 抓起来了 出来混都是要混的 像有上罢恶意恶报 可惜啊 你应该让他索赔 但是不然咱现在可以动打落水狗了 但不正常的是温莉莉居然同意了 按说索赔才是符合公司利益的 按照路铭的客气肯定会抵来到底 最终到上罢天 温莉莉可能只是不想 卷入这样的事情要用 你是专业核实佬吗 志诚有这么简单吗 路铭能出到那个价 就说明他知道了咱的底标 我肯定地说 公司 有内鬼 会是谁呢 还有谁 每到这个时候你都问我是谁 就是那个谁 那个谁啊 谁最后经手的底标 除了他 还有谁 他经手底标那是毕竟的过程 那照你这么说 那于且也有可能 媒介部的 如果其他人不小心看到了 也会有可能 你等我查出是那个谁啊 到时候你就做了 那个谁 谁都没有 你吃饭了没有 你又给我送吃的 我这什么都有 你看你吃的都些什么呀 中介的工作干不了可以干别的 你至于这个样子吗 不是 我现在怎么出门啊 我就是去超市做挡购 那别别人看见也不行啊 我觉得要不还是回老家躲躲得了 回什么老家呀 妈看你这样子还不气死了 你以后别再吃这些方便面了 每天就吃泡面 一点营养都没有 就这么点剩你至于这样吗 你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啊 有个事就让你帮忙 说吧 我想让你帮我前夫找个工作 什么 你人脉这么广 还要我帮他找工作 不是 我们俩这种特殊的关系 你说我怎么跟别人开口啊 再说嘛 他没有什么学历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技能 你看有没有合适的 帮我介绍一下 那我明白了 你的需求我也知道了 我问问朋友吧 但我可不能打保票啊 多谢 不客气 放心 你最近怎么不怪怪呢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跟你说实话吧 没看儿啊 这领导有什么事啊 老段 你上回说想换个新司机 现在有合适的人选了吗 没呢 难找啊 要找个司机啊 在吃根治理才行啊 我这儿倒是有一个人 你听听行不行啊 就是奥利伯 就是关美扬 关美扬她的前夫夏凡 最近失业了 正急着找工作 你看能不能给安排啊 我听洪新说 她不是已经有在工作了吗 好 那这人我用了 好啊 谢谢啊 老段 好 洪新啊 你跟小关这一路走过来 挺不容易的 你话说一半 钓鱼吧 董事会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董事们都很生气 要求你给一个合理的解释 福利湘这个臭女人 可真是把我给害惨 我不能这么偏眼的 你出来了 你出来了 刚出来 利卡 我这几天也想了很多 这件事情我不怪你 是我自己做事情前考虑 你没有生我的气吧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谈不上生气啊 那就好 等我忙完这几天 我去找你 过去的事情 就让它过去吧 那就这样 等我电话 嗯 到时候再说吧 小刘 我今天有点不太舒服 我先回去了 好的 那你就先回去休息吧 好 这要交给你了 好的 没问题 之前那个 司机小王出来了吧 前两天已经出来了 现在人事还带我们司机班 您看怎么安排 你知道该怎么做 好 我知道了 小刘 您以后就跟着我吧 谢谢陆总 送我去个地方 我不是说了吗 现在是非常时期 我们还是不要见面的哈 我想你了吗 知道你工作忙 压力大 不过 厉力 这个段潇潇到底 和张宏青是什么关系啊 事发之前 你就一点察觉都没有 他段潇潇是什么人 是我想察觉就能察觉的吗 他是在我们公司待着了 但是跟日常业务也没什么关系 再说了 招标会之前 也没表现出任何兴趣 没过问过什么问题 我真没想到他设了这么大一个局啊 算了 本着事情都过去了 不过我还是应该感谢 我知道 你的心还是向着我的 你最应该说的是对不起吧 合作 最重要的是坦诚 你派人去偷张宏青的创意 也没给我偷个敌 连我都防着 没办法 人心各肚皮嘛 谁让我们都是绝顶聪明的人呢 谁让我们都是绝顶聪明的人呢 谁让咱们都是绝顶聪明的人呢 谁让咱们都担心 下班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拿去帮她换产 切换这个大嘴巴 真是 你不用来切换 要来热烂你自己 你打算瞒我瞒到什么时候 就是 我钱都已经凑齐了 不用了 没有 你这一阵子拼命加班是为了什么 我很清楚 我希望我们不分彼此 之前严谨的事情你帮了我 你也没告诉我 对吗 我知道 我的事情一定会选你一步 同样的 你有困难的 就请让我帮助你 好吗 有什么事儿 你就直接打个电话呗 还用预约啊 有什么事儿 你就直接打个电话呗 我怕我跟你闲聊你会把我的事儿散出去 现在我花了钱了啊 你就必须得替我保密了 你就必须得替我保密了 怎么说话 我是那种人吗 我逗你呢 你还真生气啊 我是怕我自己不好意思 把我那点事儿告诉你 现在你是医生了 我就可以跟你敞开心扉 没有任何心理障碍了 来吧 朱小姐 开始吧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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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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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了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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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 在 在 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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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在哪里 결 rate 从姐uber 在哪里 姑 richer 好 丑云弟 干溃了 给 다음에 Zug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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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把手里 来 一个一个担在哪儿 在 你的手里 猜对啦猜对啦 猜对啦 来 借猜对啦 来 这个猜对的 陈琳啊 麻烦您啊 来 先带她们玩一下 好的 好吧 大姐姐先跟你们玩一下 爷爷马上就回来 好不好 好 好 女老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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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猪鬼祥小姐今天有人来 没有 说是最近不太舒服 所以没过来 好 谢谢你 不客气 好 我的事就是这样 是吗 本来吧 到我现在这个年龄 能遇到一个合适的人 已经很不容易了 可是相处这几天我发现 我跟她的性格完全不合 而且她的三观 我根本就接受不了 我是不是就 不应该走出这一步啊 怎么会呢 遇到一个好的人 你就会变得幸福 遇到不好的人 你就会变成哲学家 我天哪 你就是一个哲学家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苏格拉底说的 你说我是不是要求太高了 太不务实了 我就奇怪 这谈恋爱怎么这么难呢 真难呢 越来越难了 谈恋爱为什么会越来越难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你会对婚姻的期待变高了 对比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来看 婚姻早期是为了实现 生理和安全的需求 当这个低层次的需求 你实现了以后 你就想争取高层次的需求 注重爱和陪伴 或者你希望在这个婚姻当中 获得尊重和自我实现的 可选择方式 但是它不是一个必需品 太复杂了 太复杂了 我看我还是算了 我就放弃吧 我更适合一个人待着 你别一副看过红尘的样子 根据我这个专业心理医生 对于你在感情方面的评估 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呢 你还处于一个青春期的状态 对于你在感情 Bryan 是想太复杂了